印尼是東南亞國家協會重要的成員 也是五國新南向政策的重點國家 駐印尼代表張良任 歸納過去兩年多來台印間的合作成就 強調從免簽 留學到移工待遇 都為新南向政策打下好根基 印尼總統 九科威 副總統卡拉 他們對台灣都有相當深的認識 也都去過台灣 對台灣的感情非常的好 所以不管是勞工 是學生 還有觀光 這三塊 人的交流就非常的頻繁 近年台灣民眾出國旅遊風氣興盛 印尼政府開放免簽待遇 吸引觀光人潮 台灣方面也希望印尼民眾能多到台灣 目前代表處也正積極協調 籌組彩線團 讓更多印尼民眾有機會來台旅遊 張良任也表示 印尼政府非常重視基礎建設 可開發的商機龐大 他呼籲台灣企業整軍金武 能加速進軍印尼基礎建設這塊大餅 另外在教育方面 印尼政府鼓勵學生到台灣進修 並回印尼任教 又駐台印交流發展 教育部政務次長陳良基日前率團 赴印尼參加高等教育展 希望未來招收印尼學生的名額能突破千人規模 符合新南向政策 以人為本的精神